大家看看這題喔 他說一個橢圓 殘軸殘和短軸殘分別是4x2 行不行 你看一下 殘軸殘是4 2a等於4 短軸殘是2b等於2 所以說老師可以知道 可見a是幾2 b是幾1 所以說他是個左右形的橢圓 有沒有看到 而且中心坐標是幾00 所以說我可以直接得到 這橢圓翻成4是4x平方 加上1y平方等於1 這樣可以嗎 所以第一個我先把這橢圓翻成4算出來 再來 第二個他說這個一個點叫p點 對吧 p點和中心連夾 這個軸乘幾度 乘45度 麻煩求p點到o點距離 好那你看一下有什麼特徵 p點會在這橢圓上面行不行 所以畫下來乘45度 來把他做一個垂直下來 他是一個等腰 直角上行不行對不對 45度這邊1比幾 1 所以說我去假設他a軸是t y軸是t 所以說p點坐標假設成tt好不好 可不可以 所以說這時候麻煩你把p點坐標 把p點坐標 假設成tt好不好 把帶路翻成4行不行 帶進變4分之t平方 1分之t平方 等於1 所以算出來4分之5 t平方 等於1 對吧 所以說我就可以算出來t平方等於幾 5分之4 所以t就是其 5分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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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因為p點在第一項線 所以t根據什麼號 取匯строй 取匯 prepare 就是根號5分之2 還有根號5分之2 指出來了 這樣行不行?行後 那題目要求多少 求P點和O點 限段OP兩點距離 根號5分之2-0 根號5分之2平方5分之4 這樣相減平方5分之4 算是根號5分之8 也就是算是根號1.6左右 這樣行不行?可不可以嗎? 麻煩把這邊看一下 OK